我们希望是一千五百万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啊 十五天的时间 十五天之内呢 我们还清一千五百万 我相信你们是大公司 时间呀 比钱更重要 不是 等我十五天 怎么能还清一千五百万 你先别说话 等等结果 不 你都不能这么提 我们请着原领导 法官先生 可以 不是 长盛 你怎么能跟别人这么说呢 十五天 我 我十五天 我怎么能还清一千五百万啊 十五天 少了一百万 你好好想想 少一百万 我还不清有什么用啊 别说十五天了 现在四十天 我都未必能还得清啊 如果裁决书真的能够下来 你现在找中介把房子卖了 我还清一千五百万还是有可能的 几乎没有可能 你根本不知道买房子中介这个过程 我 我 我就算我找中介 我 我托人 这个别人还得看上我的房子 而且关键是 这个人还得有一千五百万现金 马上能给我 这 这不是开玩笑吗 十五天 一千五百万 雷烟车发 我如果还不完的话 罚多少 天秘 这 怎么 天秘 我认为可以 成就 长生 你不能不经过我的同意 你就非逼着我签字 现在字签完 你告诉我怎么办啊 你别走了 我问你呢 少了二十五天 我给你省了一百万 你说你签不签字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我完不成啊 十五天 天秘 不管什么原因 你必须完成 长生 你得想这个后果 完不成 我 我得做了 我得受处罚的呀 喂 杜先生 这样 我一个小时左右到 好嘞 一会儿见 天秘 我只能说呀 不管做什么事 先得学会靠自己 如果你真的不行了 我可以出满 但是现在我要去见客户了 祝你好运 我